大家好我是金珍 我是金宇 金宇我們今天來到位在中壢 我覺得應該是 只要有來中壢的人 應該都會來踩的一個景 文青景點 沒錯這裡就是馬祖新村 那其實以前馬祖新村 我只知道啦 就是以前的眷村 那這邊就是後來 因為眷村離開了之後呢 這邊就是 對 把它活化之後 讓它變成一個文青 一定要來踩的一個點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 非常知名的電視劇叫一把青 你有看過嗎 我有看過幾集 對 它就是在講說 軍人嘛他們要去 出去打仗的時候 那他們的家屬就是住在這些眷村裡面 然後他們的生活方式等等的 好 那我們今天呢 來到馬祖新村 我們就有請一個導覽人員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那我們歡迎秋姐 大家好 我是馬祖新村的導覽 我新秋 那今天非常歡迎你們來 探觀我們的馬祖新村 那很多人到馬祖新村 都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是不是都是馬祖人移到馬祖來 這叫馬祖新村 其實不對 不是馬祖人 不是馬祖人 那為什麼叫馬祖新村 對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重點 這樣子 因為當初的這個第一任的指揮官 華新權將軍 他就替他們弟兄們 為他的弟兄們請命 因為他們隨時都可能要散仗場 所以他就希望說 可不可以請這個 國家安頓他們在台灣的眷屬 因為他那時候他們都還沒有地方可以住 所以他們西家帶眷來台灣之後 但是其實沒有地方 地方好住 然後有的住學校 有住廟宇 有住什麼 就是說分散在各地 那他們如果要讓他們安心 讓他們無後顧之憂 就必須先安頓他們的家屬 八十四十就規劃在這個地方 蓋了這一個眷村 馬祖新村還是我們蔣夫人親自提的 但其實跟馬祖也是有關聯 但是不是馬祖人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請秋姐 帶我們進去眷村裡面看看囉 好 姐姐我們現在來到這邊 這邊就是其中一個區域 對嗎 對 那我們看到前面這裡 這應該就是馬祖新村 它的一個配置圖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馬祖新村 其實它從中間的良品 開始作為起點的話 分為四個區 然後我們現在再來是其中一個區 那這個區塊是在講什麼 目前你們所看到的這一個模型圖呢 是當初我們要在活化的時候 是由中原大學的建築系教授 幫我們做規劃活化 然後他後來有做這個模型圖給我們 就我們大概分成了四大區塊 是我們目前馬祖新村 所保留的這個面積部分 就是這個私領域的部分 那治療園總共我們保留了44戶 那姐姐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說現在保留到現在的話 是44戶 那如果說以前原本的規格的話 是大概幾戶 大概有1600多人 哇 那其實規模很大 對 它是屬於一種大型的眷村 因為以前他們在分眷村類型的時候 100戶以下叫小型嘛 100到200是中型 200戶以上我們就稱為大型眷村 那現在那44戶都還住在這裡喔 沒有 我們目前的馬祖新村 它是牽到內立的陸光五村 他們蓋的那個是大樓型的 大概十幾層有沒有 然後就把中壢附近地區 有十幾個眷村 整個牽到那個地方 整合起來 當他們牽走的時候 這邊全部變成空房 那政府再來重新活化利用 對對對 像我們現在有所看到的這一位 就是華姓田將軍 因為有他才有今天的馬祖新村 這樣子 因為當初他就是替他們的弟兄們 就是知道他們的眷屬在台灣 沒有地方 居無定所嘛 所以他們就說希望國家能夠 幫他們安置好他們的這些眷屬 讓他們無後顧之憂 所以後來才在婦聯會募款給他們之後 他們在這邊建了這個新村 所以說他這邊就講了一下 他們馬祖這個 當初陸軍八十四師 整個的一個來源 當初是怎麼從大陸到台灣來 然後怎麼在駐守在外島的一個情形 秋姐我們現在進來到這邊啊 應該是眷村裡面 每一戶人家的客廳 就長這樣子對吧 其實我覺得空間很大耶 對啊 其實他這個 目前我們坐的這個位置的地方 都是他們家蓋的部分 哦 家蓋 對 因為以前他們當初四十幾年蓋好的眷村的話 像他們 這個是橘北京將軍的故居嘛 所以當初他是屬於賈董眷村 那是比較最好的一個等級的眷村 所以其實這邊是最大的 所以他們只有16坪而已 哦 那可是你們現在看到的有沒有 都已經是很大了對不對 那這個都是因為 後來大概整個十大建設以後 經濟條件變好以後 他們加上第二代第三代的出生 然後他們出生以後有沒有 就是房間不夠住啦 所以他們就自己 因為土地比較廣 他們旁邊有很多空地 所以他們就自己開始慢慢加蓋 要用多少蓋多少 自己加自己蓋 因為土地不是他們的 所以他們只有使用權 沒有所有權 你目前看到這個摩石子地板有沒有 也都是他們後來 自己因為經濟條件好以後 要改善生活品質 就是自己去整修的 原來不是這種 原來是水泥地 哦 所以眷屬基本上在眷村裡面 基本上就是帶小孩 不然就是做一些手工來補貼家用 因為畢竟那時候薪水可能也不是太高 那基本上家裡的大家長 爸爸可能都是都在當兵 對當兵 而且尤其像我的馬祖新村很多 他們幾乎都是在島外比較多 他們一年就回來幾次而已 哦 所以就會變成是眷村在台灣本島 但他們可能實際上是到金門馬祖 這些比島地區當兵 對對對 所以他們在眷村裡面的都是 所謂的這個就是 老弱富裕 對 真的 好秋姐我們今天是進來到廁所啊 其實廁所非常的小耶 但我進來的時候 我發現旁邊有標語有寫著 家裡有廁所是一間非常奢侈 對啊 陸君84師在蓋這個房子的時候 只有假種的眷戶 哦 才有一個小小噸式的廁所 不是這個 就頂級的才有 這是他們後來改建過的 你要家裡關階 對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那個 一百多戶呢 都要用旁邊 公廁嗎 七棟的公廁 不管是洗澡啊 或者是上 都要到那邊 所以他們以前一般的家庭是沒有廁所的 那洗衣服怎麼辦 都是在後院 後面還有看到這個是脫水機 對 那脫水機也是非常奢侈 因為以前的人甚至連廁所都沒有 你們目前所看到的所有留下來的40幾戶有沒有 並不是46年完工那時候的最早的樣子 而是他們92年搬遷之後 留下來的樣子 就是說已經經過不斷的改變 不斷的整修 不斷的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之後剩下的樣子 才能長成這樣 不然以前什麼都沒有 以前都沒有 都是小小的這樣子 好秋姐我們接著進來到這邊啊 其實一進來我就聽到一個很可愛的聲音 來出幻了 為什麼會一直有這個廣播 那個廣播呢 就是我們讓你們回憶就是說 以前建村裡面不是每一家都有電話 那只有這個村長家才有電話 那所以說 家裡有什麼 就是說有重要 村裡面有重要事情 或者是說哪一家有重要的事情要聯絡他的家的時候 就打電話到村長裡面 用廣播 然後用廣播 那這個廣播呢 原來是裝在我們月薪亭的上面 就這樣對全村廣播 哦 所以說你們會不會想起到那個 微粒手打麵 哦 那一個張君雅 張君雅小妹妹 那秋姐我們看到桌上啊有很多 這個是以前眷村的時候在吃的菜對不對 主要都是吃眷村菜嘛 那怎麼樣定義 怎樣算眷村菜 像我這邊看到這個應該是餃子對不對 水餃 我們建村有三味 辣味 滷味 麵食味 哦 對耶 麵食一定要吃的 那並不是說每天都有這種東西來吃 一般來講的話 這個辣味是年節才有 對 滷味呢 是八星日那前後 那平常呢 就是因為以前他們有配肌 然後像一些那個有麵粉或什麼對不對 所以麵粉呢 他們就是平常就會做很多的一些麵食 其實眷村菜不是一個就是說很高級很細的菜 因為在當時的那種物質條件環境下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 都是用現有的東西怎麼樣去變出 好吃的 就是說讓小孩子能夠吃的 變一點花樣 對 不然小孩子不吃 他要小孩子要有營養要有什麼這樣子 而且加上眷村住的什麼大江南北五湖四海四面八方 所以說互相就會分享互相感感進這樣子 這很像我之前看過的一個韓劇 就是他們也是住在一個類似眷村的地方 那今天第一戶人家說拿一道菜給第二戶人家 第二戶人家就會拿他家的首陸菜 再拿給第三戶人家 然後小朋友就這樣在每戶人家之間跑來跑去 去傳遞自己家當天的首陸菜這樣子 好秋姐我們接著進來到這邊啊 我看到在播老電影是嗎 為什麼眷村裡面要播老電影 其實這個是我們是把你回憶拉到以前 因為以前的話有沒有 要看電影是相當奢侈的事情 那時候軍方還有復聯會 他會有一個這個電影播放隊 到軍隊或是到眷村去播放電影 那時候我們叫露天電影 他是在戶外的 那在以前是播什麼樣類型的電影 就是屬於愛國型的 愛國 瓊瑤的電影那就是比較後面的 因為那時候對瓊瑤那種電影的話 對他們軍方來講那種 太浪漫了 對 那你們猜一猜本省的年級喜歡做什麼 我們這個年紀一定是玩撲克牌 40年代 50年代甚至60年代 他們會玩什麼牌 玩什麼牌 四色牌 對 你好厲害好棒喔 對啊 那更簡單的是一個碗工 一個骰子 對 賭香腸這樣 對對對 嘿 電影院不是每天都有辦法播嗎 那平常的休閒娛樂就是打麻將囉 對 那到這邊呢 其實我剛剛有看到前面有講到 就是有說明有寫到說 麻將其實是一個不能公開打的 是為什麼 一早年的時候有沒有 因為我們那時候他們還是要以反攻 大陸為主要的目標 一樣變成愛國啦 就是說他認為打麻將是一個不好的行為 是因為有牽扯到金錢 牽扯到金錢賭博 這個是一個不良的行為 會讓你太堕落 他們不敢公開打麻將 因為如果是他們年節的有空閒的時候呢 他們都是偷偷的打 因為怎麼樣 很怕憲兵來查 那個年代 因為還是戒嚴嘛 大家還是認為說 戒嚴這個是不好的東西 所以說不能做 所以他們憲兵來查 那怎麼辦 就會有人就會趕快 知道的趕快通風暴行 那不知道萬一被封到 他們就會趕快把一些東西藏起來 說沒有啊 我們沒有 被查到的話會怎麼樣 應該會對他們有一個基金 罰錢嗎 罰錢或是說 對他們的券補方面會有所影響 哦 會減少你的補貼 可能會有一些 對 或者是說可能某一些 福利上可能會有一些不好 哇 這樣影響其實還蠻嚴重的 因為畢竟以前經濟都已經不寬裕了 好姐姐我們現在來到 這個應該是 馬祖新村的正中心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是涼亭嗎 對 這個是月薪亭 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月薪亭呢 是在76年之後改建的 那原來的就是木造一層的 我剛才就不知道講過嗎 它上面有放喇叭 有做廣播 就在這裡 那這是新的 對 那這個月薪亭呢 這等於是馬祖新村裡面的重要地標 然後我看到上面啊 這個是八仙過海的八仙 對嗎 對 為什麼要畫這個 其實很多人都在問啊 那其實我們 因為你如果是問以前我們倦一代的講法 他就說八仙就是獻福獻壽嘛對不對 那實際上 對 那我們就想說 因為他們當初就是從大陸過來 那他們是來自大江南北 四面八方 那剛好這隻八角亭四面八方 而且八仙有沒有 不是有一句就是八仙過海 這個寓意其實也很不錯 就是因為眷村都是從中國大陸這邊 然後他們因為戰爭關係搬到台灣來 那度過這個台灣海峽以前的船或者是 也沒有飛機這麼好的交通工具 那來到台灣都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就像是這個八仙一樣 他們各顯神通來到台灣 那也是一種祝福祝壽 你們獻福獻壽一樣 吉祥的寓意 吉祥的寓意這樣子 姊姊我們現在來到這一區啊 我看所有的房間 好像門都是關著的 這邊是真的有人在住嗎還是 因為這一區是我們當初規劃裡面的 第一區就是民宿體驗區 第一區 ABCD的第一區作為民宿體驗區 那就是希望說因為現在大家 對這個眷村已經概念慢慢模糊 也沒有體驗過眷村那時候的 一個生活的一個情境 所以說他們希望說有一些 想要體驗當初六年年代 那個時候眷村的生活的樣子的人 有一個地方可以做體驗 所以我們把這一區作為民宿體驗區 除了在房間裡面可以體會眷村的感覺 眷村當時使用的一些東西之外 今天早上是不是可能還會吃青粥小菜 或者是燒餅 燒餅饅頭 晚上的時候我們不是會官員嗎 嗯 那整個我們內部的這個 一大片都是他們的活動員 哇 來這邊可以享受 對耶 晚上官員他們就獨享這個園區 對 就整個園區 而且我們園區那個燈會到九點才關掉 哦 哇 真的很特別 來這邊感受不一樣的風情 對 好的 那今天逛完了整圈馬祖新村 大家如果有來到桃園的話 不要忘記一定要來採點看看 桃園真的超適合拍照打卡的 那今天的北建活力頻道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追蹤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